大家好,欢迎回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分区幽默的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故事 那就是一位机智的顾客如何用幽默和怒骂对付骗子公司的推销电话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骗子公司的业务员和一位非常有趣的顾客 骗子公司打电话来推销贷款产品 业务员的套路看似正常 却很快被顾客的聪明材质暴露了出来 当业务员要求顾客提供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信息时 这位顾客却直接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 要求业务员给他两块钱的车费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两块钱 业务员被这一请求弄得目瞪口呆 试图解释却无奈面对顾客的调侃和嬉笑怒骂 顾客不仅巧妙地揭穿了业务员的骗局 还用幽默的方式让整个电话变成了一场精彩的打嘴仗 当业务员继续纠缠时 顾客毫不留情地回队 甚至建议业务员自己掏钱坐公交车来解决问题 真是让人感觉到解气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观看这段原视频 看看这位顾客如何以幽默和智慧的方式 应对骗子公司的电话 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欢乐 新代步 现在也好推出一款一年免积的天气产品 有没有资金周转的进化吗 有啊 咱需要多大的额度多少钱 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是吗 对 咱们是上班还是有企业 没有企业 没有企业 那上班呗 也不上班啊 各家呆着 各家呆着呀 那年后不上班吗 年结果也没上班啊 没上班 那你这个进展员是什么呀 就是我继承遗产了 继承遗产 实际上咱们有一个资质是纯信用贷款 然后产品的话是 也不需要你有什么资质 就常驻沈阳就可以 你是沈阳是吧 是啊 在沈阳 然后有沈阳手机号吗 有啊 你打的不就沈阳号吗 沈阳是因为这手机号就可以 然后就可以申请 你之前有负债吗 就做过这种贷款吗 没有啊 没有是吗 对啊 别人之前都不给我贷呀 不给你贷是什么原因 我没贷款呀 也没人问过呀 没人问过是吗 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公司来 我给你过一个初审 你公司在哪儿啊 财富中心这儿 沈阳北战 财富中心多少楼啊 8楼 D座8楼 D座啊 ABCD的D ABCB的D啊 对对对 第二个第四个啊 第四个啊 D不是B是吧 对 是那个就是大钱那个楼吧 大钱 反正是进入中心A座对面 不是就是全球最丑那个建筑吗 就是那个大钱 那我不知道呀 那你不是问题人哪 你哪里的 你现在需要资金周转吗 需要啊 你可以过来了解一下 行但有一个问题啊 我去你那没问题 那你给我拿 拿点打车费啊 拿打车费 对啊 那我咋去呀 走不去太远了 你坐公交来 你坐公交来呗 公交那你也得两 两块钱呢 你给我发两块钱 红包啊 大哥你需要钱 你还让 给我借钱呢 对啊 大爷的我就给你嘛 我给你点也行啊 帮我占大忙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 你就过来 两块钱你都没有的话 那你可就 也没有这个资质来申请 你都要啥资质啊 就是常驻沈阳就可以啊 对我就常驻沈阳嘛 我用沈阳的号 你有身份证吗 什么 怎么没有身份证呢 谁没有身份证啊 你有的话 你直接带身份证 过来就可以 其他不需要带 带手机就可以 我们就购款 你说这个条件 我都符合 但现在问题 就怎么去你那 你先给我弄两块钱 那个住公交车钱呢 我没有钱呢哥 我怎么可能给你钱 那我去不了你那 你能上门吗 我上不了门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 您就过来 我有不需要 没跟你开玩笑 认真 你怎么 你不谈这个事呢 你咋叫啥呀 两块钱 你可以跟朋友借 我没有朋友 我哪有朋友啊 那你没朋友 那你拉倒吧 我要有朋友 我去相关家 不跟朋友串了吗 那你 你上支付宝 用花位去吧 我没有支付宝 你没有支付宝 对啊 你多大支付宝 我上了2 那3 没有支付宝 对 你一看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过来 没有需要就拉倒了 我有需要 真有需要 那跟你谈正事 你不认识你呢 你有点经验精神 行不行 他找那些人 在后边笑 可笑吗 正常一个业务 有需要 有需要就过来 听不见你说话的 我知道 你这耳朵还不好死了 你给我拿了两块钱 我做公交这条剧呀 太卡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也遇到过 类似的奇葩电话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经历 别忘了订阅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